十号首次与域外强者大战 仅用一击便将其压制 如果不是念在毛球的份上 对方多半要沦为十号的食物 书接上回 神员在击败数位上界天才之后 十号终于发话 准备教训一下这只不知天高地厚的猴子 神员的脾气极为暴躁 一掌向着十号扑杀过来 势不可挡 十号无所畏惧 盘坐在那里没有起身 神员眼中透出浓浓的杀意 对方竟敢如此拖大 完全没有将自己放在眼里 要知道自从他来到上界三千周后 还无一人敢如此狂妄 尤其是最近他代替主人临天出手 参加各种盛会 暴打了一位接一位的初代天骄 这也让他认为三千周全是一群弱鸡 可如今一只弱鸡竟敢轻视于他 神员自然是被气到发狂 眨眼的功夫 神员的爪子就已经出现在了十号境前 他爆发出滔天神力 想要在十号的头颅上次穿五个窟窿 围观的众人心头一凉 他们都知道慌虽然很强大 但到了这种份上了都还没有反击 这还来得及吗 突然间神员暴退 他的爪子上竟然出现了丝丝血迹 很是奇异 他暴怒地说道 你竟敢如此轻视我 原来十号刚刚并未起身 甚至也没有亮出兵器 只是抬手间将一杯酒水泼了出去 神员就被震退 甚至爪子还出现了一些裂痕 十号平淡地说道 轻视你又如何 你只不过是一只仆人 却敢跑到各种盛会作威作福 不将三千周的人放在眼里 没有直接杀了你 就算是横给面子 神员怒不可遏 他哪里受到过这种侮辱 直接轰出该族政教绝学 通闭拳 然而十号仅用一只酒杯 便挡下了他巨大的拳头 并将其扣在地上 一动都不动 到了此时 所有人包括火灵儿 才真正感受到了 十号的实力有多强悍 毕竟许多人在此前只是听闻过 没有机会目睹 神员惨叫着挣脱了十号的束缚 急速退了下去 他的肢骨已经被折断 手掌血肉模糊 惨不忍睹 神员已经意识到了自己 与十号的差距有多大 绝不是他的对手 他叫嚣着说道 你等死吧 我去请主人来与你一战 十号冰冷地回应道 早先我让你去请人 你却对我出手 这里是三千周 不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 神员属实没有想到十号如此霸道 竟然真的对自己露出了杀意 他不甘心地说道 你们不想入天神书院了吗 敢这样针对我倒 十号这次动真格了 直接探出大手将神员抓住 折断了他全身的骨头 神员已经被吓出了一身冷汗 他知道就算是自己的主人出手 也不一定能打赢十号 但依旧嘴硬地说道 你这样对我就不怕得罪我的主人吗 十号丝毫不在乎神员的主人是谁 而后回应道 我早先就说过 让他亲自来 你一只猴子乱餐或什么 现在要考虑的是该怎样处置你 听说猴脑大不 很是不错 此话一出 神员浑身发毛 这还是人吗 竟然想要吃了他 观战者们也是露出震惊之色 果然如同传闻中那样 荒不仅是一个无敌少年 还是一个可怕的吃货 猴子惨叫起来 你要考虑好后果 不要乱买 十号又说道 我在下界有个朋友是朱燕 如果吃掉你的话 会不自觉地想起他 还是留你一命吗 但你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暂时就收服你为拉车神兽 紧接着十号又将神员带来的 五色神童车链化 成为囊中之物 神员不愿作为俘虏 很想离开 又开始威胁十号 你这样扣押我 完全就是在挑衅我的主人 他天纵神资 在你们三千周是无敌的存在 你如此不知好歹 下场会很凄惨的 十号怒斥道 谁给他封的三千周无敌 看我到时候揍扁他 还有你最好给我闭嘴 别再挑战我的内心 否则我立刻就把你攒了赤猴脑 神员虽然不甘心为俘虏 但更不想丧命于此 他能感到十号很恐怖 绝对不适合自己开玩笑的 他又嘀咕道 我只是好心提醒你 九天十地超乎你的想象 高手数不胜数 甚至还有长生者的后人 这番话让不少人心中凛然 在上界长生者如同传说一样 没想到九天十地 竟然真的存有长生者 这太过于震撼了 十号盯着神员说道 我倒是很期待 与长生者的后代切磋 但是现在你就老老实实 当我的拉车神兽吧 不要妄想让我放了你 神员至此彻底泄气了 看来十号真的是油盐不尽 根本不惧怕域外的强者们 甚至能感觉到十号非常渴望 与这世间同代的最强者决战 此刻所有人都在等待着 域外强者现身 与十号一战 然而等了数个时辰之后 也没看到有人来搭救这只神员 十号看着神员怒斥道 你主人为何还不来 我等着与他一战了 神员眼睛转了又转 回应道 我的主人在黑牙 你可以自己去寻他 火灵儿提醒到 这家伙贼兮兮的 肯定有诈 十号虽然无惧 但却不愿意主动示弱 于是又对神员说道 听好了 并非是我上赶着与他一战 他若想站就赶紧过来 神员搭了着脸说道 那最起码要等一天了 我主人已经与人约好 今日会有重要一战 众人一听纷纷愣住 这些域外强者都很是自负 能被他们这样重视的战斗 绝对是三千周的顶级人物